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位女生对陈威佑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6号 嗨 男嘉宾你好 请问你也是足球员吗 不是 我不是 你看起来很像 确实看上去像一点 那你平常在西班牙做什么样运动呢 因为其实西班牙好像大部分就是有踢足球嘛 我其实和路易老师刚说的那个球类的东西 我也不太能接受 我一般比较喜欢就是游泳和跑步 一般这种就是私人的这种运动 团体的合作我一般好像搞不太来 好 看第一条片子 巴塞罗那 一座美丽的低中海城市 常常一个人徘徊在这里的大街小巷 感受它浓浓的艺术气息 我是陈威佑 目前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公主旅游会展硕士学位 到现在去过20多个国家 同时在当第一家华文媒体工作 小时候我有点内向 比较腼腆 为了锻炼生活的自理能力 10年独自一人来到西班牙上大学 刚来的时候 语言不通 没有朋友 感觉特别孤独 为了尽快融入西班牙人的生活 我开始在酒店实习 每天6点起床 一直到下午3点才能休息 虽然很辛苦 但学会了怎么和西班牙人打交道 渐渐地我习惯了这里的一切 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 我特别爱聊天 而且语速又特别快 朋友都叫我画牢 朋友们都说我一张明星脸 集中了各个明星的特点 现场的影嘉宾们 你们看看我究竟像谁呢 我们先搁了一边 我们先说说就你说话 你平常说话怎样我们不知道 起码从那个片子里边看 那个语速不快呀 当时因为就是准备的 不怎么好 就是说话一边录的时间特别久 我让你看看说话快是什么样子 3号跟他聊一会儿 男嘉宾 你好 我跟你讲 你要发挥自己讲话的速度的话 不需要准备好不好 那个打稿还有什么意思啊 那这样子的话 我向你那个推销一下这个 卖玫瑰花嘛 还没从那个玫瑰花那个 给你翻篇了 你来来来 我也卖过 男嘉宾 这朵玫瑰花呢 只要10块钱卖给你啊 那么你长得这么帅又像无金 你买一朵回去送给你女朋友 他一定会开心的 今天是情人节 买下它好不好 送给你 送女朋友吗 人家是卖花 你看这个说话快啊 那个刚才片子里面说 他说长得像谁 你们说像谁 说像无金是吧 19号你说像谁 像鲜肉 你好嫩呀 感觉一个色谋等了半天了 孟玫瑰我先要说一点 那个思思你千万不要上去摸 好不好 我不摸他 不能每个人都摸一下 你知道吗 你们稍微矜持点好不好 搞定你们都像什么样 小鲜肉你好呀 我觉得你长得好像五金啊 哎呀 我好喜欢你这种类型啊 你喜欢什么样子女孩子 我女孩子类型其实不挑的 然后 还不挑时 对 不挑时 想着帅还不挑 你看我这样的沉吗 可以 挺好的 真的吗 那你们就走吧 二位 你肯定玩相机吧 对 之前出去就特别喜欢旅游 我特别喜欢拍照 然后刚好借着这个机会 也能发挥一下自己的小兴趣爱好 那真好 那个 因为我刚刚买了一台那个单反 如果那个有机会的话 你能教我怎么玩吗 没问题 这个可以到一起学习 你都不会用你买个单反 来背那儿 你还不如背两块红砖呢 因为我很喜欢摄影作品 所以我买了一个单反 然后想要研究 但是看说明书实在是太累了 所以的话 如果有人教的话 那最好了 人家曾经跟我说一个事 让我沮丧了好久 说年轻人和中老年人的区别 有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拿到一个电器产品的时候 先看说明书 使用说明的就是中年人 年轻人根本不看见我 拿着拿过来 直接倒过看那些开关 都试一遍 都试试了 就自己就会了 女生例外啊 女生可以找个小鲜肉 教我怎么用 看下一条片子 我有2.5次感情经历 我的0.5次恋爱 是在旅行途中发生的 我当时独自一人去埃及 他刚好也是一人 我刚到就开始生病 特别严重 没想到他改变了所有的行程 专门留下来照顾我 我当时特别感动 觉得喜欢上他了 半个月的旅行结束 我们通过网络联系 一个月便发现没有了话题 这0.5次恋爱 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我的理想女生呢 希望他直接了当 有什么说什么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能一起在巴塞罗那 享受沙滩和阳光 我觉得在一个人的旅行途中 能够开始一段 有一段感情经历 也是特别浪漫的事 是吧 你在埃及碰到他 对 我知道 孟菲老师前段时间去过埃及 当时是这样子 把我晒得回来 晒得跟黄磊一样黑 4号 你觉得你的心理年龄 心智年龄 大概有多少岁呢 这样说是觉得我很幼稚吗 还是怎么样 不不不不 别误会 别误会 单纯是我的好奇 就觉得 一般成熟的人 也不会说自己成熟 觉得就是比自己的 这个实际年龄 大个两三岁吧 我觉得 因为我是26岁 正好比你大一岁 我想说 如果你的心智年龄 足够成熟的话 我愿意和你走 等一下 黄老师 女大一在叫什么来着 哎 女大一甜蜜蜜 我都听过的 很有意思 2号 那女大三抱金砖怎么样 你的选择很多 我觉得年龄的话 四五岁之内 我觉得应该都 上下四五岁之内 应该都不是问题 我现在心跳有点快 你懂得心跳快了都 虽然没有很直爽 但是 明白了 好 我们抓紧时间 看下一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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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等她来哄你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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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男嘉宾 因为我离异过 然后也有一个孩子 但他不跟我 你会不会考虑呢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 应该不太能接受 不好意思 来 恭喜你 来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去灭掉六盏灯回来 不知从哪里下手 不知从哪里下手 这哥们儿这哥们儿是天平做的吗 他有选择障碍是吧 现在是16号 23号和3号亮着 有选择障碍是吧 那是5号亮着 现在听回来了 有请2号 有请3号 16号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陈威佑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18号 我看18号选心动女生 连我都觉得特别有面子 刚上来就知道心动女生啊 看来报名渠道不一样 它都不一样 我这样说的话我知道可不止 来 看大笔 实际上再让你选一样 选择1号择偶标准的 16号喜欢成熟稳重阳光的男生 不喜欢爱吹嘘邋遢自负的男生 2号喜欢有大爱内心强大 懂得付出的男生 不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小气 不诚实的男生 18号喜欢笑起来很好看 身材好善良 孝顺 对世界充满好奇 有自己钟爱的事业的男生 不喜欢不尊重女性的男生 3号喜欢闪着智慧光芒 且幽默有趣的男生 最好能钟情于自己 这款比较特别的类型 不喜欢夸耀自己 没有风度小气的男生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就是我们有10天 或者半个月的时间 有下面三个地方 我想问一下再场女嘉宾 看一下大家会怎么选择 快说 一个是肯尼亚 非洲的肯尼亚 一个是马尔代夫 再一个是斯里兰卡 肯尼亚 马尔代夫和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 不管你去过没去过 陆毅你去哪一个 你要去的话 我这个年龄 当然是马尔代夫了 你这个年龄 我以为 已经不要去马尔代夫了 马尔代夫 对 他一个人没法去 确实不太合适 黄老师 那就肯尼亚吧 你就只能去斯里兰卡了 我为什么就只能去斯里兰卡呢 那你要去哪 我也可以 你要去马尔代夫 跟陆毅一块去 好 我也可以考虑选择肯尼亚嘛 对不对 来 那个三号 我觉得第一个地方 那个感觉日光好像太照射了 我会长斑 第二个地方我觉得 穿泳衣我又不好看 只能去斯里兰卡 是吧 我会选择肯尼亚 肯尼亚是一个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的地方 喜欢他的狂野 然后喜欢他的丰富 喜欢他的自然和人文 然后也非常希望 能有机会 能够去到肯尼亚去旅行 2号 我会毋庸置疑地选择肯尼亚 因为的话 首先第一 我特别喜欢清静大自然 第二的话 我现在在学法语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练法语 第三的话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 摄影的地方 所以的话我觉得 如果有这么一次机会的话 这是一个梦想的目的 谢谢 16号 我想我可能选择就是第三项 斯里兰卡 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一开始 如果出去旅游的话 我希望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想问问 你出的这个题目 这三个国家 一个在非洲 两个在南亚 它分别代表什么 我个人觉得首先马尔代夫 我可能现在我这个年龄 不会考虑 因为那种休闲度假的方式 我现在我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我更想去 是最后一个我想去的地方 斯里兰卡 对 2号给你点时间 有什么话要说 首先第一的话 我相信就说演员 然后第二的话 我觉得通过虽然时间很短 对你的了解不多 但是的话看见你的每一个点 都戳中我的点 所以的话我才有勇气爆灯 第三的话 我觉得虽然年龄可能大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 大家都还是年轻人 然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然后可以在同一个地方 巴塞罗纳 然后开始认识对方 好 谢谢 听完了四个女生的回答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 坚持选择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三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想清楚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前面看过几句《非诚勿扰》了 相对的话 在节目上相对了解她 因为她性格各方面都挺 是我挺喜欢的类型 虽然最后为我留灯的 另一位女嘉宾 她在西班牙 离我更近一点 但是我觉得 可能两个人走在一起 走得长不长远 性格最重要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 没有啊 还有微信多多的联系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都年轻嘛 一定要经常来福建 然后呢 我还没有去过福建 就刚好趁这个机会 可以去福建玩一次 然后我们再一起去西洋老家 好啊 然后再一起去巴塞罗马 行 行 没问题 让我们和图牛一起去马尔代夫吧 黄老师也掩饰不住 内心那个巨大的问号 对 我觉得真的好奇怪 我们刚才私底下 我跟黄老师也聊过 我们一直觉得就是 2号跟她特别般配啊 跟她特别般配 就像2号 2号般配不般配 我觉得我没多想 反正我觉得这三个都挺般配的 就是没想到那个 阿盛哥 什么事情啊 他一定要找个语速快的 他就那么想找个人去斯里兰卡 那他也可以找另外一个 他已经商量嘛 对不对 对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也要祝福人家 对吧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为咱们庆祝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